广东简称月省会广州 总面积17.97万平方千米 截至2019年末 长住人口1.15亿人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1.08万亿元 广东因古地名广信之东 故名广东 位于南里以南 在语言、风俗、生活习惯和历史文化等方面 都有着独特的风格 广东也是目前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 考古证实广东与先秦已存在高度文明 是中华文明发源地之一 广东是中国的南大门 处在南海航运枢纽位置上 早在3000到5000年以前 广东就已经形成以陶瓷为纽带的贸易交往圈 自1989年起 广东国内生产总值连续居全国第一位 成为中国第一经济大省 经济总量占全国的1% 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广东省最宜居的五个城市 首先排在第五位的是阳江 总面积7,955平方千米 截至2019年末 常住人口257万人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360亿元 阳江广东省辖地级市 珠江口西岸都市圈城市 归广东省西部沿海 锦陵珠三角 鄂月西药虫 阳江是高粱文化重要的发源地和传承地 曾是汉代两进南北朝古高粱郡制和随时 显夫人幕府之所 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中转站和补给站 阳江山海兼幽 风光秀丽 拥有中国十大最美海岛 首批国家级海洋公园 海林岛 国家地质公园 林霄园为代表的阳春山水 800多年的宋代古城船南海一号 阳江是中国刀剪之都 中国风筝之乡 中国温泉之乡 排在第四位的是茂名 左面积7,955平方千米 截至2019年末 堂住人口257万人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360亿元 茂名广东省辖地质市 位于中国南海之滨 地处广东省西南部 背靠祖国大西南 茂名现于经济稳步发展 位居越东西北前列 物产丰富 是广东省农业总产值最高的地质市 茂名是一座拥有全地型特征的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旅游资源丰富 拥有滨海旅游的六点一线 险富人文化旅游 山地运动休闲游等特色旅游板块 明清时期 高州府 经茂名地区 是越西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2017年冒名获贫 央视 魅力中国城 冠军 最受观众喜爱魅力城市 排在第三位的是湛江 总面级 1.32万平方千米 截至2019年末 长州人口 736万人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3100亿元 湛江 广东省辖地之市 讲闽南语 雷州话 就称广州湾 别称港城 位于中国大陆南端 广东省西南部 湛江属于热带北原季风气候 中年受海洋气候的调节 东无严寒 下无酷暑 1945年 设市级建制 地名湛江市 因历史上 曾属湛川县 境内曾设湛川巡检司 因而得名 1983年 实行地市合并 市里县体制 湛江市为省直辖的地基社 也是中国西南各省 通往国外的主要出海口 亦是中国大陆通往东南亚 非洲 欧洲 和大洋洲 海上航道 最短的重要口岸 排在第二位的是梅州 总面级 1.58万平方千米 截至2019年末 传住人口 546万人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208亿元 梅州 广东省辖地基市 位于广东省东北部 地处 闽月干三省交界 梅州既是客家人南迁的最后落脚点 也是明清以来客家人 演播四海的主要出发地 祖籍梅州的华人华侨和港岸台同胞 多达900万人 也是全国重点桥巷 是港岸台同胞重要的祖籍地之一 其中台湾500万客家人就有180万祖籍在梅州 梅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全球最具代表的客家人聚居地 被誉为世界客都 2020年荣获世界长寿之都称号 最后排在第一位的是汕头 左面积 2198平方千米 截至2019年末 传住人口 566万人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730亿元 汕头 简称汕广东省地级市 潮汕四市之一 境内有寒江 熔江 炼江 三江入海 是中国大陆唯一拥有内海湾的城市 汕头是中国东南沿海重要的港口城市 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门户 处有华南要冲 海滨周路 美食之乡的美城 汕头是潮汕人重要的祖籍地 聚居地之一 潮汕文化重要的发源地 新圣地之一 凡有海水的地方就有潮人 有潮人的地方 无疑就是潮汕文化的存在 汕头 潮汕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分支 汕头 海外华侨 以及港岸台同胞多达500万人 遍布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您是广东哪个城市的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